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是谢谢伟哥 谢谢伟哥 谢谢伟哥 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化就是伟哥请客 很多时候他都请客 然后比如说有一次是我请他的时候 我也告诉他们不要谢我 谢伟哥 然后就每一次都谢谢伟哥 每一个人请客也谢谢伟哥 这变成不是一个真正的谢谢的一个用词 而是一个像好像是过年的那个恭喜八茶一样 哈哈哈 剧集的拍摄期横跨了整个夏天 还要经常在人身鼎沸的果蓝取景伟哥和浩然都说是一次很难忘的拍摄经历 主要是因为都是在夏天里面拍摄嘛 而且这个夏天是特别的热 而且特别多那个台风 所以跟我们的戏里面的那种情景是差不多是一样 我们也戏里面那个剧情也有说还有台风 然后也是非常热的天气 然后他男生全部都是 都是脱衣服啊 穿很少啊 练心啊这样子吧 肌肉全部都那个非常 试炸的非常的那个线条 很漂亮啊 吃冰淇淋吧 我们男生没有吃 没有冰淇淋吃 他们穿很多的对 而且就是我们拍棚的时候 空调很厉害 但是我们也要装很热 就很辛苦很冷 还要擦油啊 喷汗水啊 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剧集已经沙青 不过 昊然和伟哥都没有什么时间休息 马上又要投入新工作了 一月份我会再煮 再拿起我那个那个煮菜给大家吃 所以就有一个健康的节目 会跟袁文杰一起做的一个是十点半的恒线的一个节目 就一个十一月份要拍 然后十月底就有新的戏 就所以都基本上还是在忙 很忙 我应该我十一月初的时候也去泰国 派一个对对 派旅游放假 放假 对对对 然后就月底吧 十一月底就跟儿子去旅行吧 因为他有一个很短的假期吧 所以就跟他去旅行吧 古兰庄的江湖大嫂是冯盈盈的剧集处女作 剧组的愉快气氛 让首次拍剧的盈盈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就是比我想象中就是更加的开心 就是学的更加多的东西 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尝试演戏派局的感觉 就是发现就是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伟大的演员都很enjoy 很投入这件事 因为在 因为当你真的是投入你的角色呢 会有一种茉莉 让你就是 就是都会一直在那个状态 就是有很多情感这样子 还有就是很幸运的 这一次合作的工作人员们 对手啊 演员们都非常的照顾我 就是很爱恶我 不过当中还有一位演员 是盈盈特别要点名感谢的 那就是剧中和她饰演一对的杨明了 我最多的对手都是跟杨明演戏嘛 他就是跟我分享的很多就是演戏的一些技 一些他的心得啊 还有些技巧 譬如说我们出外景的一张椅子 要休息的椅子 从哪里订钩啊 哪里买啊 他都叫我 就是好像听起来很basic 但是呢 没有人他叫我 都不知道去哪里买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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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